救老大人家 家中宝贝健康成长 是每个家长的讨好愿望 但在台湾每三个孩子 就有一个是过敏儿 而且高达七成家长 看到宝宝的过敏征兆 却不以为意 恐怕让过敏儿变成过动儿 我儿子在成长过程中 无法专注 容易分心发脾气 甚至发展成过动 投业势症 竟然是因为过敏的缘故 如果回到当初 我若知道过敏的影响 这么大 我会特别注意过敏警训 立刻行动调整体质 轻忽过敏征兆 一并发两种以上的过敏症状 增加过动风险 初期过敏征兆 像是泛红骚痒 腹泻鼻塞 从皮肤肠胃 呼吸到三面相观察 要预防过敏 得从生命最初的一千天 就开始注意 产前是V型跟D 还有这些Omega 3 这些比较抗氧化的食物 出生以后 当然最好是喂母奶 母奶不止 或者是有过敏体质 那你要选择精准的学姐配方 那也是一个方法 除了外在环境影响 宝宝的体质也是关键 母乳是预防过敏的最佳选择 要是母乳不足 或是离乳衔接 也有代替品 为宝宝打造健康体质 从妈妈孕期到出生 营养衔接不间断 三星的重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